哈喽大家好,我这里是爵,那么咱们今天这些视频给大家记得带来一期立可的不可思议猜试,咱们直接开始游戏 上一期咱们,呃,我有点忘了咱们有没有交那个委托任务了,我们去看一下吧 我靠,我们现在已经变到25级了 咱们可以再接受,呃,这是什么,接受三个讨伐下级魔术师的委托,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讨,又是讨伐五个小鬼 这个随便打吧,这个随便,这个他妈随便打都能,随便打都能打,随便打都能打的话咱们直接走 我去睡觉一波,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剧情,新的好感度剧情什么的 托利塔的店内,立可从托利塔那里得到一个十分可爱的午餐盒 啊,我是想让你把他送到身处异界迷宫的诺亚将那里 哦,是诺亚赛特小姐啊,立可认识的,立可会完美的交给他 诺亚将是我的老朋友,很久以前他来这里住宿 呃,后来又来过几次,我们关系很不错的 我没法战斗,所以不能进入危险的迷宫,呃,等一下 我无法战斗,所以不能进入危险的迷宫,因此他给我讲很多迷宫里的故事 而且,怎么,立可脸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呃,不是的,之前诺亚将,哦,要和我一起喝酒 员,明明只喝了一点,就满脸通红 平时端庄冷峻的诺亚将也有可爱的一面 啊,这些话不能告诉他本人哦,他听了会生气的,立可将要保密啊 但是托利塔小姐的酒量也不高的 那么我去迷宫了哟 哎,你可别忘了拿便当啊 哦 诺亚塞特笑着说,心意比外表更重要 哦,没有便当了 我们去睡一觉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剧情可以发生 呃,这个就不用看了,这个就不用看了 然后,呃,我发现一个事情啊,就是 呃,我得吃点东西啊,再不吃就饿死了 呃,吃一下便当吧 哦,我操了 哦,我傻逼了 我他妈拿那么多便当,他好像这个便当每次只能 他妈 这他妈 我傻逼了呀,我操了 我说之前吃那么多 他妈 什么啊,就是 这个便当呢,他一次性最大,只能持带一个 就携带一个 携带一个呢 那你 那我拿这么久都没用 好,这边的话也没有新剧情了 那我们先 有新剧情的话,我们看看这边看看 这里睡觉之后有没有新剧情啊 这个我就不进去了,上面 啊,又有新剧情了 这一天立刻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的元祺拜访西安的魔道具店 不过之前一样不见他的踪影 西安小姐今天有好好穿衣服吗 哦 立刻注意到倒在自己脚边的西安 太好了 好好的穿着衣服 啊,不对 不是说这个实话 啊,请正坐起来 他要饿晕了 立刻去买点东西来 我想吃那家甜甜圈店 哦,有反应了 不过甜甜圈嘛 甜甜圈不吃饭 啊,先吃点这个吧 我操都饿晕了 因为女仆的天性 只要被要求了想要的东西 就会忠实的去准备 之后街上出现了 为甜甜圈奔跑的立刻 有人哎 哦,等一下 那这里的话就是 每睡一段时间去对话 交流增加一下感情什么的 那我这个玩法还是比较聪明的啊 那我有个比较傻逼的事情 就是他妈的我 我忘了他妈的这个便当 他妈只能带一个 然后他妈的 算了 不口吐芬芳了 我先不去那个 我们现在呢 是要去 看一下还有什么委托可以做 这边又是 大黄蜂 还有小鬼 还有一路打过去吧 下击魔术师 6到10 那我们现在快速转移到 这个地下层的6到10 这个一路打过去 基本上都随便打的 哎呦,猪 诶,这个诺亚赛特 哦,这边没有新剧情 我这边也不需要草药,真的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魔术师 来,走 这边我感觉其实来不来 也没有什么必要吧 而且我这也饿不死,真的 诶,我很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那个啥 就是,呃 就是我是不是亏了血亏 虽然说这个游戏 基本上你也饿不死 只要你不做死 不把钱乱花 然后不把食物乱吃的话 也饿不死,真的 你就算乱花的话 随便接几个任务 又有钱买吃的了 我看我现在身上 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这张物品的话 这边有一个 呃,宝物雷达,归还林 这个我就可以开起来吧 开起来 然后之后我看还有什么东西 嗯,扭蛋劝 扭蛋劝的话 我之前得了不少 呃,这个的话就不用多说 然后苦药 哦 这可以更改debuff 然后断带的话到时候其实可以强化一波 然后 然后那个什么 黄金门票到底啊 我也还没用过 那么目前来说的话 我看我这边食物都有什么 食物都有 魔物的蛋 只能会10% 我靠 这个可以复活 魔物的肉 这个很亏啊 就没什么吃的啊 这个热狗是我自己买的 不是任务给的 卧槽了 其他的 这个可以直接 哇操这么厉害 还能直接传送 自然的恩惠 可以 采集什么 可以召唤可以采集的物品 但周围格子必须是空的 啊 苹果这么厉害吗 恢复武士保时度这么高 哦 这我就不弄了 那么目前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嗯 我没有什么强力的武器啊 呃 衣服的话 估计没什么东西 然后 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 比如 比如说 呃断袋的话 到时候可以强化一下 有一共没搞懂是 其实我这边 吃饭的东西 吃饭的家伙不是很多 感觉自己浪费了好多那个什么 盒饭啊 浪费了好多盒饭 真的太行 太可惜了 死 来给我去死 哎 蘑菇加的太少了 要是能得苹果就好了 操他妈的 哎呦我操了他妈的 那么我打赢复活赛回来了呀 我靠刚刚 刚刚那个什么 刚刚我不是中了一个这个 呃那个魔法吗 然后 然后当时我家里人突然进来 然后我立马就 就他妈的 赶紧保存吧游戏关了 我吓我一跳 行吧 行吧 哎 这次 这是交谈变了耶 哦 这次 哎 这次交谈居然变了耶 立可有 立可这样有兄弟姐妹吗 啊有很多姐姐吗 立可是年龄最小的那个啊 真是个热闹的家庭 啊原来如此 啊不 因为看到立可这样 就不知不觉想要去宠爱 如果不时时刻捧在手心里的话 手里就七上八下的 啊哈哈 对不起 不能把立可这样 当做小孩子对待 立可这样是个了不起的女仆 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有个妹妹 从立可这样身上感受到了 作为姐姐的立场 哎呦我操了 妈的 我真服了 最服的最服气的 就是他妈出来中的一个魔法 我以后再也不乱冲刺了 我操 那我这鼻子好好难受 我操 就有点鼻子通气 有点通不出来的样子 就怎么说呢 是就是我 我昨天去跑五公里 然后前天 前天也跑了五公里 然后跑完五公里之后呢 本来第一天还好 第二天我当时 就昨天跑完嘛 昨天跑完之后 我懒得拉伸 懒得拉伸第二天起来 我靠浑身难受 就就现在啊 刚刚早上起来 昏也不是浑身难受吧 就是 上肢肌肉疼痛 就是 呃就是手臂 手臂肌肉疼痛 然后还有感觉 鼻子不通气 除了鼻子不通 哎呦我操了 除了鼻子不通气以外 就是 就是感觉 有点像鼻塞一样 然后感觉喉咙也有点 喉咙不是不舒服 就有点感觉有点像鼻塞 行吧 那么这个 诺亚赛特姐姐的话 她是会经常出现在迷宫的各处里面的 那我现在这边的话 有些地方就不乱冲刺了 来冲刺 走走走走 这有些地方做的是真的坑爹呀 他妈直接给我放了一个那个什么 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 就是 我先调一下麦克风啊 他就是 突然放在前面一个 一个 一个机关 然后给我 A一下 然后我这也没法继续录制了 走走走走走 我这边把魔法师都杀掉之后就可以去推 还想过来搞我呀 猪逼吧 猪逼吧 OK 诺亚赛特姐姐又又遇到了 这边东西的话给的还是比较多的 怎么说我也饿不死 然后最主要的是其实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 你就是按他给的那些 呃 东西吃的话 你也是够的 够够够够吃的就是 你这样完全不 诶 这个阶层有强大的魔物气息 哎呦 OK 我现在是把这个魔术师的任务做完了 然后现在就可以去做那个 呃 其他的委托任务 差不多再接个 委托任务的话又可以 哇 这边 我好强大 我靠 这二十四级了 你就是个普希 你就是个 哎呀我靠 哇 这他妈扭蛋卷他妈原来这么好得呀 怪不得他妈那个逼 怪不得他妈的那个什么 就是 呃之前 之前大家都 都怎么说 都觉得扭蛋卷一般般 哎呀我傻逼了 刚刚那边手残不好意思 我还想过来打我 我操 就怎么说呢 呃我应该回去强化一下我的这个断带的 这个我不敢乱走 以后又尴尬了 其实 这个的话也最多就是触手 触手什么的 还好 跟那个 黄金的比起来那个是 那个是真恶心 黄金那个是真恶心 你那个是没法在视频里放出来的东西 哎呦我操了赶紧避开 虽然但是我也还得赶紧避开 哇这个 怎么说呢 立刻的这个 移动操作真的非常爽 就是 比那些什么 我之前看过一些日本 一些卖的 虽然说不算特别贵 但是 呃但是 很傻逼的一些 一些黄油 感觉 真的好多了 哎呦我操了 就怎么说呢 有些游戏是真傻逼 真的很促成 就是 玩起来的时候 他那个操作很很卡很迟 而且 作为RPG游戏 他居然很卡很卡 恋爱香水 好现在 20的时候可以吃点东西了 我可以再吃下便当 我妈的 好危险啊这里 这里有个铁匠 我就先 我看能不能强化出一些 找到一些比较强的武器 然后之后再去强化 我吃点东西吧 这也不缺着一个那个 然后 我可以保护上升 保护上升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可以去 可以继续 推一下 推一下之后再去 然后回去还要上个厕所 我不是说我要上厕所 我不是说立刻要上厕所 因为他觉得他有点尿意了 我现在还差啥呀 我操了 委托 小鬼 大蜜蜂的话 现在是 13层差不多 可以再打一些小鬼 然后 然后再刷一下大蜜蜂吧 说实话我这一直这样推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宝物可以得 应该最好还是推那种 男的那种 男的那种比较好的宝物 我他妈得了个鱼竿 这个红红的我就不去踩了 这边得了一个黄金门票 还是不错的 我操了 挺好的呀 那个什么 爽 你就是小鬼是吧 你还想打我真的是 羽毛 讲真这个刷子游戏 讲真这个游戏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直这样刷 他也不无聊 最无聊的是那种RPG回合制游戏 就有些人可能喜欢玩回合制 你就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玩的话可能会比较舒服 但对我来说 就是回合制一直在那刷等级 我是觉得很烦 太麻烦了 就是 这个草药其实讲真 你想刷的话很简单说 他这个20点上线 那回复10点HP 这他妈跟 这妈跟回的跟他妈 就跟 就跟有些 就跟程序员的头发一样的 这回的太少了 这个东西 其实 你要觉得不够的话 不够的话 其实可以随便去找 那个找人家要的 又是你 小鬼应该是打 刷完了 怎么现在 我要去打个大黄蜂 去这边刷的话 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直接去打个大黄蜂了 然后一块一起推了 我稍微 稍微等等 稍微等等 我先 妈的逼啊 他怎么跑这么快 而且我在开 我在我在开这个菜单的时候 他妈还会动 现在 哎 妈呀 小鬼 小鬼 我现在好像才打了两个 行吧 大黄蜂的话 我先一路打过去吧 丢去死 我还想打我 我靠了 小哥布林算不像小鬼啊 我想知道 有点不太清楚 呗 个鸡巴呀 小哥布林不算小鬼啊 也就是说 他妈只能打小鬼 下一看到小鬼 我就想听那个 太酷了 那个梗 我操了 哎 魔力碎片 我看着 我发现我刷了好多素材啊 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等一下 OK 又是一个大金链子 但没什么用 得到个大药水 这个是诺亚赛特 好吧 这边的话是没有那个什么东西的 哎呦 来 来 还想抓我 真的是 想活 活腻了 还想抓我 升级了 升级了 大黄蜂大黄蜂 大黄蜂 大黄蜂 呃 我看这边怎么没有小鬼了呀 OK 那这边的话 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 呃 这游戏其实 如果我直接推的话 可以去搞一个速通的 速通真的很快 有多快 我到时候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现在大黄蜂已经打完了 我现在还差小鬼 我真的服了 这要是没有小鬼就尴尬了 但是我感觉没有小鬼 我也得一路推过去就是 我靠开差点 差点他们创下去了 创下去就尴尬了 不行啊我炒这没有小鬼了吗我靠这 我靠 还是说我已经收集完了 这样都能给我打到 可能是因为我们该没把他打死 我好捡到那个红宝石我靠运气真好 诶 等一下 这是没有小鬼了吗 我靠 还是说我已经收集完了 现在已经过了那一个层了 实在不行 我就重开一次吧 算了 我这样一路推过去 然后之后再去搞 再去把那个小鬼给 去搞小鬼 抄BOSS他妈的 你给我去死 得到金块还有扭蛋去 战斗甲克加1 20层啊 20层 怪不得出BOSS了 我就可以回去一波了 就因为这边他不刷那个 回去一波 然后怎么现在的话再去拿个便当 我还想一个事情就是 再去一波吧 13到17 然后回来之后再去睡个觉 然后教一下那个 不对不对不对 别说了 在这 13到17的话 我从11层开始打 稍微随便也刷一下 这个什么 走 把这个给刷一下 看一下 我看我现在身上有没有满的东西啊 就是 看一下 大药水 最大可以10个 药水也是10个 7个 万能药 好 剩水 回复全部HP 我操了 这么多 我可以把东西都存一下 然后把吃的带走 东西都存一下 然后 别的一些东西的话 没有什么 冒险者之一都刷满了 讲的这个游戏你完全不需要那个什么 得到一个自动笔 我看一下 宝物这个是无限的 宝物是无限的 我们直接传送吧 传送到下面去 然后就回去把东西存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游戏的物品都是有上 很多物品都是有上限的 但是要是没有上限就好了 有上限的感觉很麻烦 就是 总感觉你亏了好多钱了 这样子 真的是 击败了螃蟹 现在这一层应该开始是有小鬼了 就是再没有小鬼我真服了 打点吃的 这个吃的其实 虽然不是很缺 但是打一点也聊上于无 然后到时候我们还要去把断代身比一下 我感觉要饿晕了 我靠 把这个托里塔的便当给吃一下 OK 回家了现在 我们也可以回家了 不是这个 等等等等 不对 我忘了 他只有在这边才可以使用 旅店的那个 我这边先睡个觉 把HP机间给回满 回满之后呢 我现在从这边过去把东西存一下 把东西都存一下吧 这个 全都存一下 这个药水咱们也都 用不到 除非是 最后真的是 超级药水也都存一下 剩水 存一下 不要 万能药的话 存 存几个吧 留几个 说不定以后就要用的到 嗯 还有什么要存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 存个 存三个 然后留一些在上吃 大自然的恩惠 大自然的恩惠 存进去 矿石这个啥的就不用存了 因为他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就没必要存 断袋也不存 这个不会消耗卷头 黄金门票 苦药 这是败北的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 扭蛋圈的话 其实可以 全存进去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需要扭蛋 想扭蛋的时候再扭蛋 而且 这打怪物刷几下就用扭蛋圈了 嗯 冒险者之一 这个都存了吧 没什么用 没多大鸟用的东西 OK 我来去教一下委托 没东西的话 我们现在要教一下委托